塞尔你今天穿了吗 没穿 为什么 你说今天上节目 不需要穿 别人也看不见 穿了也看不见 但天气越来越暖了 应该要穿的 所以你推荐我穿什么样的 你喜欢粗的还是细的 我喜欢细的 那你喜欢 电高的还是不电的 还是电高一点的吧 因为我很需要 我觉得你也需要 我也觉得你也需要 我们明天进来吧 好的 嘿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想的词是flip flop 对 也就是量拖鞋的意思 具体的原因就是人字拖 人字拖呢是流行于北美 1950年左右的 然后呢 因为它非常凉快方便 然后大家都很喜欢穿 然后呢因为很多明星都穿了这个人字拖以后呢 也就经济的流行起来了 人字拖最早其实是出现于日本文化中 就是草基 就夹夹夹我指头的那样子 然后呢一般呢是 现在的人字拖呢是用橡胶和塑料做的 所以呢一年呢就要更换一次 一般穿不过两年 所以一年人字拖两次 一年只要一次就够了 嗯 嗯 人字拖呢基本上就是海绵 橡胶 然后还有塑料做的 然后也有布做的 然后呢都有很多 然后比如说沙滩走的话呢 一般都是海绵的 这样东西容易沉下去 嗯 现在呢还有很多的designer brand 就是说很多名牌呢 他们也开始设计量字拖 人字拖 量字拖 量字拖 量字拖人鞋吗 对 然后他们也会有很多很装饰啊 变得非常的fancy 然后 但是这不是我今天要说的 嗯 人字拖有个非常不好的缺点 就是非常容易断裂 特别是在夹脚趾之间非常不舒服 而且呢医生也说呢 那经常穿的自拖人对脚不好 因为呢你脚趾要用力的抓地 对 所以呢不建议大家一直都穿 而且穿时间长后 脚趾也会变得很黑很黑 不是很好看 不许致 一般呢我们都不会说one flip flop 因为呢鞋是有两支的 所以就是a pair of flip flops 然后就是一对凉拖鞋 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三分热度 flip flop a pair of flip flops 那么你喜欢粗的细的 绵的 绵的 海绵的 橡胶的 垫高的 或者是平的 你喜欢什么样子 请在下面留言 拜拜 A pair of flip flop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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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lip flop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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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 pair of flip-flops flops 飾影 flops hertz 每个间?! 我去招牌 有很多充足的转捞 它是黑色的 它是很好的品味 很多人可以买转捞捞捞的转捞 拜拜 建议大家不要穿人自脱开车 为什么 因为卡在油门上